各种雕像 佛的画像 所描绘的佛的长相都不一样 那释迦牟尼佛到底长什么样呢 打坐时看到的佛菩萨的样子 真的是佛菩萨本尊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诉说经典 上一章佛说了 学佛的人不要住相 要不住相不失 说明了不住相的福德之大 大到不可思量 这一章佛接着说 虚菩提余意云合 可以身相见如来不 不也是尊 好 接下来佛又问虚菩提 你怎么看呢 可不可以以身相见佛呢 佛经上说 佛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随形好 不光外貌长得端庄俊美 他的身体还可以放光 他的舌头吐出来 可以覆盖整个面部 身体还散发出香味 耳朵很大 耳垂垂着肩膀等等 每一种相 有每一种相的功德 是多身雷戒修来的 但是这里佛问虚菩提 你可不可以用 有形有相来看佛呢 虚菩提回答说 不也是尊 佛是不可以形象相见的 那么大家就疑问了 那么多佛像 难道不是佛的形象吗 佛又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随形好 这些不都是有形有相的吗 这些不代表佛的形象吗 因为众生啊 都是外貌协会啊 都是着相的呀 通常众是外相庄严 相貌庄严者 他说的话就异于受性 如果佛菩萨们哥哥 此牙咧嘴或者拉里拉他 毫不庄严 众生又如何升起恭敬心 从而对佛法产生信心呢 而佛陀为了更好的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就随顺众生所需 实现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大方便佛报恩经中说 为众生故 行大慈悲 知恩报恩 修极此不可思议 甚深微妙 不可思议 如是相好 能利益无量百千万亿 大地微臣众生 令发菩提心 次第修集 具足得成三十二相好 这里就是说啊 佛陀为了利益众生 修集了无数的福德福报资粮 终于成就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这种视线是为了水顺世间法 那么众生看佛修得那么好 正是因为修习善法所成就的 所以啊 众生啊 也会效法佛去学这些善法 积累这些功德 才能发起菩提心 但是呢 这些像啊 并不是佛本身 所以这里佛又告诉大家 不要着于这些像上面 而且你拜的那些佛 也并不是佛本身 要知道啊 我们不是要去拜这个佛 而是升起的这个恭敬心 你这一拜下来 拜的其实是你的诚心信心 所以不但不能以这个偶像 认为是见到佛 即使是佛在世的时候 都不能看他的肉身为师 因为那是着相 《冷言经》中啊 就提到 佛曾问阿南 你为什么要跟我出家呀 阿南说 我是因为见到佛 成道之后的三十二像 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非常羡慕 这样的三十二像 绝对不是父母粗琢的交合 就能天生生成的 我也想拥有和佛 一样的三十二像 所以就跟随佛出家了 由此看来啊 阿南是因为爱漂亮出家的 因此啊 阿南才会碰到 摩登前女被迷惑 才有此一节 这就是着相 所以佛说 不能以身相得见如来 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 何以故 如来所说身相 即非身相 为什么说 不可以身相见如来呢 佛说 那个真正不生 不死的生 不是这个肉身 肉身还是有生死的 即使你羞耻 活到一千年 法身没有成就 最后还是有衰老死亡 不彻底 不究竟 佛教里头啊 有一位 宝掌千岁禅师 传说活了一千岁 在印度的时候啊 就活了五百岁 因为没有悟到 知道将来 大乘佛法要到中国来 他又来到中国 后来遇到达摩祖师 得以开悟 又在中国活了五百年 唐高宗显清二年 宝掌禅师 在浦江 宝掌古元祭 他对自己的徒弟 慧云说 我在这个世上 已经活了一千零七十二年 今天啊 我将与你告别 并给他留下四句祭语 本来无生死 今已是生死 我得去他事 下身复来此 道家呀 好多修得好 长寿的 也有的是 但是那是肉身的像 还不是不生不灭的 终有一个期限 只有法身成就 才是不生不灭 但是那个法身 他是没有形象的 不能拿形象来见 所以 佛接着对徐菩提说 凡所有像 皆是虚妄 若见诸像非像 既见如来 我们看到的一切像 都是虚而不实的 它会随着你的心境 变化而变化 就好比 你今天心情很好 看什么都很顺眼 你心情不好 看谁都很烦 所以 凡是你有什么境界 都是假的 凡是你修得出来的 不修就没有了 比如说 你打坐起来 有各种各样的境界 不打坐就没有了 境界也是像 一些人说 打坐看见了 佛菩萨来了 那么这绝对不是真的佛菩萨 是你心产生出来的像 因为真正的佛菩萨 没有形象 所以 凡所有这些像 都不是实在的 若见诸像 非像 一般都会解释成空 但其实不是空 如果是空 为什么不直接翻译成空呢 所以 诸像 非像 不是空 只是说 非像 不是一个具体的像 它没有给你下定论 不是说 这个像 是没有的 而不是实有的 佛说 若见诸像 非像 你就见到佛了 就见到佛的法身了 其实啊 这个就是 无所住 不要给像 去下一个定义 不要 住在这个表象上面 发光的 不是佛本身 长相庄严的 也不是佛本身 头上有肉迹的 也不是佛本身 不能用这些 去定义佛 佛学讲 成佛可以得到三身 就是法身 报身 化身 清静是法身 法身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 圆满是报身 报身啊 就是根据你一身的福报来的 比如佛的三十二种特殊的像 八十种随行好 是修来的 报身 也就是肉身 道家讲 把身体修炼成仙 整个人脱胎换骨 长身不老 这是报身 修的圆满 化身 就可以有千万亿不同的形象啦 就好比一个演员 他演很多角色 演皇帝演乞丐 报身成就了以后 自然就有化身 一切神通俱足 报身 是所谓的现象 而法身是体 所谓不可以身见如来 就是不要把现象当作本体 换句话说 法报化三身 就是体相用 比如说 水有各种形态 可以是冰 可以是真气 可以是物 但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用化学的元素表示 就是H2O 所以啊 我们不要只看现象 要了解本质 所谓的法身 才是本质 也就是心经上所说的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这个法身啊 它是无相的 金刚经 着重在于见法身 如何见到法身 就是物道 见到 金刚经 着重讲的是般若的部分 所谓般若是侧重于正的实相般若 就是生命万有无始以来的本体 报身化身 则是属于境界般若 所以 佛就提出来 不可以 身相见如来 这里所讲的如来 就是与一切众生 共同的 生命的本来 本体 所以说 我们有虔诚的信仰 是可以的 但是 过分着相 是不可以的 任何宗教 都是一样 很多人说 修行人要这样 修行人要那样 这些啊 都是着相 不再谈吐举止 不再穿着打扮 而是在于你那颗心 那才是你真正的本体 修行不在于你吃不吃素 不在于你念不念经 即使你看遍所有佛经 却不解如来真实意 不如不看 比如很多人说 一些佛经说啊 可以吃肉 一些佛经又说 佛说不准吃肉 那到底哪一句才是佛说的呢 一些佛经讲 修行要这样 一些讲 要那样 反正啊 说来说去都给你圆回来 怎样都行 如果要开佛学辩论大会啊 佛学怎么能跟你变上三天三夜 而佛说法无定法 我其实什么都没有讲呀 一切法只是方便说 所以我们不能执着于那个法 不要把指着月亮的手指 当成月亮本身啊 否则就着相了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佛教会发展出那么多的宗派 一个天天吃素念经拜佛的人出门就做饿事 而一个吃肉不拜佛的人天天做善事 你说哪种人更接近佛呢 一个真正悟道的人也是最平凡的 一个真正的菩萨可能嘴里一句佛也没有 满口佛言不一定就是有智慧 关键看你的心是不是慈悲的 所以当我们不住在这些表面上面的时候 才能看见本体 寂见如来